Hello,大家好,李天南丹,我是Paramel Shifu Han三级课程的学员Maha Jadashaketikanand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级课程当中的感受 我学习到了臣服上师,臣服于生命 在第五天课程上课之前呢,然后一直没有收到邮件 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说,今天的上课名单里面没有我 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就像被重重的打击了一下 然后很多的情绪啊,恐惧,愤怒啊,然后悲伤啊 各种的情绪和就有的业力模式都涌上来了 然后觉得六点钟不能如约的准时的上瑜伽课 不能参加课程,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很生气 觉得怎么会就是不能成功的上课呢 因为之前都成功的付过款了 但是志愿者就是告诉我说,他还是要去确认一下,没有办法 然后接下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特别的有考验 换做以前的面对方式的话,自己可能就会因为这种情绪和模式就开始逃避了 甚至跟这样一种现象对抗 非常感恩当时有微志愿者来协助我 然后他说,其实在当下就是让自己去看到自己的旧友模式 并且去打破它 我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去逃避,然后跟他对抗 应该去想我现在可以去做些什么 要保持住自己的状态和空间 我的内心收到这个回应了 然后觉得其实就在当下就是要跟师傅继续去连接 然后我就打开了YouTube,然后看了师傅的两个视频 就真的这两个视频正是当下师傅想跟我说的话是关于两个讲业力模式的 我就突然间看到了过往人生中我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我是一直不信任生命的 就虽然我很努力,但内心深处又有一个声音 觉得生命不会给到我我所想要的 所以内在跟生命是冲突和对抗的 是极其的不信任人生 所以当人生没有给我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对立 然后逃避 那一刻我太感恩师傅用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让我看到我的模式 这是一个太大的礼物 然后我决心去圆满我跟生命的关系 圆满我的生命形象 然后没有过一会儿 然后我就顺利的进到教室了 后来又过了两天 第七天晚上课程之前 支援者又告诉我说 今天的课程名单里面依然没有你 那一刻就是跟第五天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开始去臣服 开始臣服上师 开始臣服人生 就知道生命不管给予我什么样的 我就是说是 就知道它会给予我最好的 即使在那一刻我可能不会完全理解 但是就是用一种敞开的心去接受 然后那一刻再次面对的时候 心里就没有什么恐惧焦虑等等的负面情绪 就是对生命说是 但没想到这样的空间去面对的时候 没有过几秒钟 支援者就说啊 邮件已经发送了 你可以一会儿就进教室了 就没想到这么样的成功 让我知道我们内在什么样的空间是太重要了 圆满的空间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生命 去突破生命中的一个一个卡点 所以也是在告诉我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一直与上师链接 不断地和上师链接 对上师的臣服和对生命的臣服是最重要的 好感谢大家 李天安登